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的节目小时,Larry 这一节世界发布消息,想和大家讲阿根廷换战机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也是老市场出现的问题 就是阿根廷那些战机真的很老旧 也都自从上个世纪,他这场福克兰战争和英国开战 最后战败之后,其实都是被英国视为眼中钉 所以基本上都没有运行 你想想在西方为首国家,你和英国反面 其实都和西方很多国家反面 所以他拿一些先进战机方面,就屡屡都受到挫战 但是你这样计算一下,上个世纪来到这里 这个世纪都运行了二十几年 所以他的战机老旧到,基本上都差不多跪在这里都不能用 所以他们急需要将他们的空军现代化,要换战机 当然他们换战机也有很多不同的目标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包括他看中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战机 所以都不是最新的,什么4++、5代机都已经不是看中这些了 你看中了一些中古战机,但其实想要得到都不容易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他拿这些战机的时候 第一,他选择有什么的准则 第二个就是,他面对着英国的困难又在哪里 当然最后都是说,其实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退而求其至,会不会都始终这个世界总有选择总有机缘呢? 今天也会和大家去谈谈他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助给个like 也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支持 除了我之外,也有Anson Heng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做个分析的 Anson 你好 你好,Larry Heng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其实近期都以为阿根廷是很事近的 之前也有和很多国家去谈,包括连我们祖国都有谈 我们说到僑龙、签十诗,全部都有谈的 都没得了,其实最近其中一个交易 其实跟光辉是有关系的 这个我知道国内网友对这个很有意见 印度这个三哥,老实是他的战机 当然不是太好,这么说 我知道的,很多人都在笑着印度这些 但是你笑还笑 这部印度的光辉战机 大家当然看他的样子有点像幻影 就是那种的感觉 那种三角的设计 但是他里面又这么巧 又有很多英国的技术 所以英国又出了来阻挠 怎么看这件事呢? 英国是不是真的欺人太甚? 这件事呢? 其实这件事呢? 英国就是对于打完这个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之后 其实呢,他最希望就是令到他的威胁解除 那为什么呢? 因为来不来呢? 阿根廷呢? 就会拿这个福克兰群岛来转移这个国内的不满情绪 尤其在近期呢 这个阿根廷的通胀是接近失控 一百零几%的通胀 那之前呢 这个压力呢 都可以靠着这个阿根廷拿世界杯 或者用美斯 这个效果 去将这个国内的情绪不满 去将它禁止了 但不过世界杯大人也很久了 那美斯也去到这个英特迈迈迈迈 那变成了国内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大事 所以现在的 他怎么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呢? 那就转移到又拿回福克兰群岛出来 又再说了 那这次因为其实中国很希望 去打入这个南美 去干预这个南美的事务 所以他都插上去说会支持这个阿根廷 这样的 关于这个主权申请的主张 那英国就一如既往地 是很大力地反对 就说可能有机会去这个 增强福克兰群岛的防卫 另外之外 当然阿根廷也是想去增加 现代法的空军 那它的空军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而这个打完福克兰之后 英国是对阿根廷是实施了 这个武器禁运 这个武器禁运是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所有英国制造 和英国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任何技术 相关的武器都不能够出售给乌克兰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我不单止是英国要有一个制造 可能我那个 可能我马丁·贝卡就出名了 但我不是马丁·贝卡的弹射尔 但问题是我只有用一个英国技术 就算可能是这个 这个APP16 那APP16究竟 刚才是有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不看 也不知道 你真的不会写到 你不会想过 原来Pratt-Whitney的引擎里面 是有些英国的PATER的技术 你完全想不到的 原来APP16上面的导航 也是用英国有专利的技术科技 而F16的RR 然后是PAE做的 所以美国其实是很不想 中国真的可以插手到这个南美事务 而之前也是阿里讲过 就是说阿根廷都求过这个 梟龙战机 美国也很不想的 所以美国是想不如 我给这个转让 其实不是美国直接卖 就是丹麦有这个36架 F16的战机 就是MUL的 Explot MLU战机 就准备退了 可能找个买家 其中一个是转让给乎克兰 甚至可能卖给阿根廷 但问题上面有些技术专利 美国也是在游说 英国政府可以放行这个 因为始终是西方国家自己有 美国和英国关系很密切 但是不过就算 华盛顿亲自派人去伦敦进行游说 英国政府也是非常态度强硬 是no 它是绝对不希望 阿根廷有任何的asset 可以威胁到这个 英国是福克兰群岛的驻军 现在英国福克兰群岛驻军上面有什么呢 包括有三个早期预定的雷达站 六座的Sky Saber 天剑的防空导弹 Sky Saber 其实等于Sea Sector的陆基板 或者叫做Lens Sector 射程大概是25公里左右 也有部署了四架的台风战斗机 一架的空中加油机 一架的OPV 即是利安巡罗栏 以及3500名的海军路线队 而阿根廷方面 现时空军的asset有什么呢 就是有八架的Palmer 螺旋掌攻击机 还有这架的24架的改进了 2000年的时候 英国也是被美国进行改进 就是这个A4 Fighting Hawk 以前叫天鹰 现在就是Fighting Hawk 就是改进了的战斗机 但是不过根据Janes 那24架的A4 现在是没有一架给Lens Sector 这个变了在现在这个情况 英国是很舒服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威胁到 它在福克兰群岛的安全 但是不过当如果万一 这个F16 MLU 是真的有36架 卖给阿根廷 那它36架MLU 其实它的数量上 是多过这个台风 虽然台风可能 英国住在福克兰的台风 是Trench 1 只是做一个对控任务 那它可能会已经威胁到 可能数量上 是对于这个英国是产生威胁的 迫到英国是要加强福克兰群岛的住房 那它怎样可以解决 它不需要加强福克兰的住房 就是没有机械给阿根廷 就行了 没有东西可以威胁到我 就不用加强我的住房 那其实英国自己的台风机器 都不是特别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是极力阻撓这个美国 去将这个Apsalot MLU转售 给这个阿根廷 而另一个就是说光辉战机 那光辉战机上面 其实也是用了相当大量的英国技术 英国部件的 所以呢 在这个阿根廷和印度 去进行一个黑痰港市 英国也是向印度大力施压 就是不可以卖给它 那变成在这个国际市场上面 那现在就算以美国这样的 和英国的关系 都游说了英国政府这么久 英国政府也是企业不让 那何况印度用了很多英国 其实更加就更加困难 那其实世界上真的好像 没有什么机器可以 真的给到阿根廷用 其实很难数 就是首先你说 在现代的世界军功里面 其实大家都是全球化的 这些零件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所以如果你说 就是我们这样看 首先逐个例子 那你说如果是 美国自己 就肯定不方便卖给你的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英国不卖给你 好了 接着还有另外一些生产的 好吗 例如我们逐个说 那这样就 跟着你 原来美国的很多牌子都不行 那如果你说 例如说瑞典那一部 就是我们说英斯战机 英斯战机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英斯战机 就是后面新部 又跟BAE很多 就是无论是垂直的 水平的整合都是大把的 大量的 很多Sharp的一些部门 都是under了BAE system 要不就是JV 要不就是under 那所以基本上不用想了 那所以你三部 我们先说阵风 就都不太可能 因为问题你卖不起了 接着就轮到这个台风 又不可能 接着就轮到这个英斯 就是欧洲三部 你都没份了 好了 那三部不算了 那这两部三部 都是四代战机的厉害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Spectrum 例如我们再看中国 不是 中国呢 有签11 不可以出口的 虽然呢 国内的人说 关什么事 过了 买了 是 但是没有人会 够胆买中国机 得罪俄罗斯 从来都没有这件事 好了 那然后你中国有什么机 签10呢 就真的没有什么俄罗斯 的问题 那问题呢 签10呢 就好像从来 我们见 好像一路都想不到去的 不是很明显 市场好像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 巴基斯坦就已经买了 终于成功 灵笔突破了 但是你发觉签10真的不行 就是你说它窩线10 已经去到窩线10B 但是10C就不是留给它用的 10B其实也很够用的 对单引擎战机 单引擎战机 维护就容易了 价钱又不会太贵 其实签10C呢 如果只看个Spectrum 它又有ISER雷达 雷达不错 航电不错 导致射程也不错 号称可以射到200公里 外贸版 可以射到154公里 都够做 那 航电的东西 当然这个有多好 没人知道 唯一就是它没有一个战绩 但是如果照看 4++的轻型战机 算是不错的一个版本 甚至乎呢 中国和泰国的婴壁训练里面 那些人经常都说 签10C是赢了泰国的JS39的AB 那当然呢 其实很谋 人家是AB来的而已 都不是CD来的 一定是差很远 大哥 人家是20年前的货 30年前的货 你是刚刚才出的货 那也有一些差距 但是都没足以令到大家 好像有信心 至少阿根廷 有信心去买签10C 那当然呢 另一个角度看 就是伊朗最后都不买了 所以你何况阿根廷用开西方战机 其实伊朗我们都不是这样 因为伊朗都用到微识战机 其实都是一些要知 射门的人 其实伊朗都不行 那你说见了梁龙呢 反而他们肯和梁龙谈 我们都觉得奇的 你为什么梁龙又可以呢 因为梁龙我想他 第一就真的很便宜 他本身真的很便宜 可能是不用三千万美金 有得买 那刘神是否则 你一亿可以买三架有购 那很则 你可能纯粹买四亿就已经够用了 其实还挺好的 部机甚至会有折 然后他后面的后勤 里面其中我们说过引擎RD93 我想他唯一好就是他用俄罗斯引擎 他就不是在用中国引擎 我想大家对中国引擎都有保留的 在世界上 信心有些问题 虽然俄罗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俄罗斯似乎卖得比你 那个商业怎样都好过你少少 还有些track record 可能好些 但问题是俄罗斯 也不是只有这些机 俄罗斯也好些 例如苏35也叫成熟的机 苏27家族的终极版 就是龙珠里面的思路 是完全看的 其实应该最好 但是埃及做了一次给你看 他一被干扰起来 他那个雪炮依雷达真的不太好 那 不需要说了 但是航程远 武器多 他的武器也是最新的 导弹射很圆 有一枝导弹射到250公里plus 听起来也是不差 阿根廷限委煮饭 不过这部机 唯一的阻碍是什么 很贵的 这部东西 卖给中国是过一亿一部的 相当之昂贵 加上其他部 他卖给中国就是 他卖给中国就是因为 不想他的引擎 又被人插出来卖 我猜不会便宜 老实这部机没有8千万 不会卖出街 那你想想 怎么卖呢 8千万 你可以买到三架僑龙 那我想又很难 所以你计来计去 俄罗斯应该没有英国制裁 其实很难说的 但是我们照思路去 应该最不可能 但你有没有发觉 真的都没有跟俄罗斯惊 可能真的制裁有个问题 都没有谈 他怕被人国制制裁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谈 但是说真的 在2014年之前 阿根廷都没有跟俄罗斯经过 就算可能再重新一点 冷战末期 我当你打完霍克兰之后 那时候阿根廷都还没那么 终极落博 那时候开始落博 那时候都没做终极落博的时候 他都没有想过去买俄罗斯战机 其实他觉得最好用的似乎是西式战机 就是西方这边的战机 所以就 西方战机没有英国的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就很难搞 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战机 我们又再说 还有什么西方战机我们数留 例如我经常觉得 跟英国最不错的国家 如果你除了俄罗斯 法国算了吧 那我们说法国 但是法国你可以买什么呢 例如你可以买幻影 幻影三你不会要 你可以问以色列拿的 你够姜就 那问题是 你拿幻影2000的问题就是 法国佬我当他都陷给你 法国佬大家知道他是 法国佬走那里叫什么 法国佬叫大哥乐主义 大哥乐主义 但是其实 说到以色列的Mirage 3 其实那个报告也说过 英国政府已经和以色列政府 去down了一声 以任何以色列的雷达和武器系统 都不要出口去这个阿根廷 而以色列已经答应了英国政府 即是连这条路我们都被封了 即是连Mirage 3 那么旧都被封了 那你觉得法国佬呢 因为法国佬 虽然说大哥乐主义 但是Anson Ng呢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那场 你有和大家说过 即是你说到他如何去挟迫法国佬 最后要听英国话 那时候是因为福克兰那时候 首先它手上只有5G 这个XZ的反栏导弹 然后那时候呢 就跟法国说 你不要再继续 停了 但之后呢 当HMS Sheffield 被这个XZ激沉了那时候 那Margaret Thatcher 就捉住了 但法国佬就是说 不单止不准买 是给一个参数出来 即是怎样可以干扰 他的参数那些 如果不是呢 就说我上面有核弹 我就扔下去 这个是之后 事后那些解密 那时候Margaret Thatcher 是和法国的总统就是说 我打输了 我用核弹了 那时候就逼了这个 就逼了法国去交出了 这个XZ的参数出来 所以导致之后 为什么有一枝XZ 是真的一开始 禁止了Invincible 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 被人去Spring off 应该相信 就是因为法国交出了参数出来 干扰了就搞定了 但最后它就再重新禁止了 这架Atlantic Conseller 那架货船那裡 也是另一个问题 不过你都看到其实 法国都应该走不通 法国都走不通 所以其实你这么计算 除了问中国买 问俄司买 都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拿 那它又看不起这两个地方 看来 它有想过僑龙的 但是不过 我想美国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 对英国的游说 美国是有时间表 美国希望是9月中之前 可以游说到英国政府 我相信9月中就是一个关键日期 可能阿根廷政府 可能真的会去买 而美国政府最不想见到的 就是南美国家买中国东西 也应该是增进了 它和中国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美国很不想见的 但是英国又很不想见自己 在福克兰群岛那里 受到阿根廷的威胁 那变成了 英国和美国的利益 就发生了冲突 那究竟这件事 是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真的 立刻看下去 是会发生什么事的 Anyway 整件事 大家看到那个演变 到了这里 所以去到最后 我估计 其实你不是美国出手 那件事 一定是美国老教的 所以我们就 尽管再看看 美国 如果美国 接下来就怎么游说 就是你丹麦不行的 有没有第二个来荷蘭呢 或者其他呢 就是有很多国家 是买了F35 可以退出F16 那F16的市场 二手交投很旺盛 那美国佬 我想在后面 要去 整件事 那还有怎么游说到英国 就应该是最关键的 那我们就 是啊 暂时很强硬 暂时是 还有说真的 这个是保守党的 其中一个传统票仓 就是军人 那很多军人都带过 这个福克兰郡岛 而 我知道 2024年的 11月大选 现在公布了 2024年的 11月将会大选 英国 那在大选之前 那如果保守党在这里 做得退让 那应该是会 再大败 难得最近这个工党就连环自爆 那令到这个保守党的polling 就不是反超 是收窄了 暂时收窄了保守党的优势 那不过 如果再爆单 这个保守党让步的话 我想它有再被人 工党再次拉开 那这个工党最近连环自爆 那些东西 那个优势可能就突然输了 那我觉得英国政府让步的机会都很小 嗯 好了 那我们就再看看那个 事态的发展 好吗 那我们就均衡议会 和大家呢 继续跟进这个消息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在其他的 世界范围消息 和哈兰战报 就和大家再见 好 拜拜 拜拜